哥马拉喀什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标莫过于吉马夫纳广场 当然有的地方会把它移成德基马广场 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整个马拉喀什最有名的德基马广场 为啥说他最能代表马拉喀什呢 首先说位置啊 作为一个位于老城区旁边的巨大广场 他几乎是每个外地游客来到这座城市的必经之地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说他去过马拉喀什但是没去过吉马夫纳广场 那么这个人99.9%是在扯毒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马拉喀什的话 我觉得最令人难忘的 就是还是那个广场吧 其次 这座广场是全球唯一一个还在使用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你别看白天广场上就只有这几个专门坑游客的耍手人 但是到了傍晚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 那家伙 几乎全城所有谈判和街头艺术家都清朝出动汇聚于此 这边广场上面要来一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很多很多游客 蜂蜂而至 说实话我去过很多国家的夜市 但是这个吉马夫纳广场的热闹程度和烟火 其实在我心中始终都是第一 从未被超越 不幸的话你可以找个制高点对着广场来一张长曝光 然后你就看这张照片的点赞炸不炸吧 最后 作为游客来讲 你至少需要三天 准确来讲应该是三个晚上才能把这个广场摸个大概 你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摩洛哥全境的美食 就什么塔吉锅 烤蜗牛 酷子酷子之类的 晚上11点半 晚上12点了 在这个德基马广场 然后我们这部部的人想 想去玩一玩当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看一下 钓鱼啊 而且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街头小游戏 比如像我们一样吊个圆啥 完了之后别忘了整一杯透心凉的鲜炸果在这里 就这样在这个炎炎下正的摩洛哥子一夜 两个字 舒坦 左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